这孩子也太没教养了吧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赶紧拍下来 免得一会他家长不认账 你们两个穷屌丝看什么看 我妈妈说了 在街上闲逛 没事干的都是屌丝 怎么样 你们两个屌丝 是不是也没事干啊 小子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打哥哥欺负人 他要打我 他欺负小孩子 宝贝 我的宝贝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在干什么 你赶紧放开我儿子 你知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啊 刚才故意刮坏我的车 刮坏你的车 宝贝啊 你是不是刮坏了他的车 我才没有呢 他骗人 听到没有 我儿子才没有刮你的车 你这个送外卖的 为了额钱 居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你也太过分了 这孩子怎么颠倒黑白啊 我们大家可都亲眼看到了 你儿子把这一整排汽车都刮坏了 一整排 你们要不要再夸张一点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吗 想而我没门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们纯粹是路过而已 幸好我刚才拍了视频 不信你自己看 哦 那又怎么样 你一个送外卖的 能开多好的车 我家宝贝愿意去刮那是看得起你 有的车 他还不稀罕刮呢 我靠 这是什么母亲 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也太甜不知耻了 你的孩子做错了事 你还替他脚辫开脱 你平时就是这样教孩子的吗 他还这么想知道什么 你一个大男人 干嘛跟一个小孩子斤斤计较 就你这种送外卖的这辈子 肯定都不会有出息 我懒得跟你扯 不就是要钱吗 就当是我倒霉 我赔就是了 我儿子刮坏了你的什么车 武林宏光 还是比亚迪 撑死200块钱补个七就完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好意思啊 我的车可能会让你赔得倾家荡产 倾家荡产 你是不是在搞笑 你一个外卖员能开得起什么好车 还是说你看不起我的财力 区区几万块的破车 还想让我倾家荡产 真是井底之蛙 请你仔细看看 这辆布加迪威龙就是我的车 卧槽 布加迪威龙 竟然还是定制版的布加迪威龙 这车我在网上见过 这种车型价格在5000万之上 但是由于车型稀少 加上购置税和收藏价值 没有一个亿是拿不下来的 一个亿 一辆汽车居然价值一个亿 这怎么可能 你不要以为你在街边随便指一辆车 就骗我说是你的 你以为我傻呀 我的天原来是真的 看他穿着一身外卖副 没想到手上 却是拿着上一跑车的钥匙 这也太低调了吧 这个你的要完了呀 这下他真要赔得倾家荡产了 上个油漆而已 顶多也就几十万吧 还想让我倾家荡产真是可笑 这辆车可不是普通的超跑 是布加迪威龙定制版的 纯外国进口的 掉了这些皮 肯定要全部喷漆重新返厂 加上运输费和喷漆费 最少也要500万几 我天这也太贵了吧 500万都能买一辆普通的法拉利了 看来以后 看到这种超级豪车能躲多远躲多远 随便挂一下就要500万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500万 居然要500万 我存了大半辈子 也才存了100万而已呀 这样我就算是砸过卖铁也赔不起呀 十三先生这么巧 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 你是 我是天地银行行长张家辉的手下刘家辉 您不记得我了吗 上次跟在张行长后面 和您签合同的那个人就是我 貌似有那么点印象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多人围观啊 老婆你怎么也在这里 老公这个人实在太没有道德了 把这么贵的跑车开出来 让人随便碰一下刮一下 那不得赔的倾家荡产吗 既然他非要开出来 那被别人刮花了 就不该叫人家赔呀 这个人有毒吧 人家开什么车是人家的自由 你还不允许人家开跑车出门了 真是搞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子 拿石头把他的跑车给刮坏了 什么 你说我儿子居然把十三先生的跑车给刮坏了 这根本就不关儿子的事 谁叫他把这么贵的跑车开出来 他不开出来 我们的儿子也就不会给刮坏了呀 被刮坏了那也是活该 只能怪他自己 你打我 你居然打我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采取到你这样的老婆 上梁不正下梁歪 现在儿子也给你灌成这个鬼样子 居然拿石头去刮人家的跑车 你不让他发现自己的错误 还帮他开脱 你怎么做母亲的 臭爸爸坏爸爸 我才没有错 都是这个臭哥哥把跑车开出来 我才会拿石头去刮他的车 都怪这个臭哥哥 臭爸爸我才不要你这样的爸爸 就知道骂我 看来我以前真的是太放松你了 谁帮我找一条棍子 来来来这里有 不用给我面子 请务必给你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爸爸 你要干什么 你可从来没有打过我 你不能打我了 现在知道叫我爸了 以前不打你是以为你能懂事 现在看来再不打就晚了 你要是敢打我 我就不要你这个垃圾爸爸 你妈 毛都没长齐 你竟然敢威胁老子 看我今天怎么教育 爸爸我错了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妈妈快救我 快救我 老公你就放过他吧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呀 只是个孩子 就是你这种教育方式 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你再这样逼逼 明天我们就去离婚 而且赔偿十三先生的费用 你全部自己搞定 离婚这可不行啊 我没有工作也没什么技能 如果脱离了老公 就只能去工厂拧罗斯了 我享受了这么久 奢豪的生活 可千万不能回到从前呢 况且这五百万 我一个家庭主妇哪里赔得起 不行绝对不能离婚 老公把你的棍子给我一下 给你干嘛 你还想为他求情 老公你放心 我不会为他求情的 妈妈你最好了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妈妈我最喜欢你了 宝贝对不起了 对不起十三先生 刚才是我不对 我在这里真诚地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我 十三先生 我的老婆和孩子 给您造成了困扰 实在是抱歉 这台车的修理费 我一会就赚给您 不必了 既然孩子已经受到了惩罚 今天这事就算了 只希望你们做父母的 以后能好好教育孩子 不然等他长大了 就只能让别人来教育